土豆丝是一个非常好吃的家常菜 但是您知道在家里面怎么样炒这个土豆丝 清脆爽口 而且还不粘锅吗 今天我就把我的制作方法分享给大家 首先咱们准备两个黄饶的大土豆子 去皮以后给它切成均匀的细丝 切这个土豆丝不是说你切得越细越好 而是说切得越均匀 土豆丝越好 切好以后咱们放到清水中给它多清洗两面 这样是炒土豆丝不粘锅的一个关键 手机有电的家人们能帮兄弟先点个赞吗 就是在屏幕上点两下 我都这么说了 就帮兄弟点两下吧 感谢大家支持 然后这个时候咱们切点红绿胶丝 葱花蒜末少量干辣椒 锅中烧水水开以后 放入土豆丝给它焯一分钟就行 别焯时间长了 焯时间长就没有口感了 焯好以后用凉水给它冲一下 锅里有底油放入葱花蒜末干辣椒段 然后少来点13香加上菜好吃 放入超好的土豆丝 大伙给它爆炒一下了先 然后这个时候加入盐鸡精 翻炒均匀呢 烹入半勺的白醋 大伙继续再给它翻炒两下吧 其实我教大家做菜呀 啥都不想要 就想要个免费的双筋 您能帮兄弟点一个吗 方便日后有啥不会的 咱们好有个参考 翻炒均匀以后呢 来点调料油 最后出锅啊 来点打蒜 这小味就上来了 炒土豆丝啊 你就像我这么做可好吃了 您学会了吗 最后还是那句话 关注我也许还真有点用 感谢大家